你好 歡迎收聽羽目光後感 我是羽目 今天來分享一套喜劇 啊不對 電視劇的觀後感 已經講出來了 Resident Alien 2021年的電視劇 外星居民 天外來客做任務 地球人類好難懂啊 很比的 外星居民 和以前一樣 先來講一下這部片在演什麼 這是一套喜劇 描述外星人 駕駛不明飛行器失控 緊急迫降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山區 這個外星人有秘密任務 也需要修好飛行器離開地球 這兩件事要做 秘密任務 修好他的太空船 於是這個外星人就運用某種高端外星科技 分子重組技術 讓他看起來 外觀上看起來像地球人 山區的小鎮醫生 暗中尋找機會 完成他的秘密任務 沒想到小鎮八百年來沒有發生過命案 就給他遇到了 非常需要醫生幫忙 更沒想到外星人假扮醫生 與前妻之間還有很多事情 未完待續 他假扮的對象 醫生 是有前妻的 聽到前妻 就像Bose Warning 一樣 巴巴巴 這不會是單純的生活 而且還沒完 不止這些 沒想到更沒想到 萬萬沒想到 陣上居然有個小男生 基因排列特殊 可以看穿外星人假扮醫師 可以看破他的分子重組技術 什麼是命案 什麼是前妻 什麼是天真的小男生 面對人類的日常生活 外星人 快要瘋掉了 達成任務之前 還想知道 為什麼人類要把披薩折起來吃呢 Resident Alien 這套劇有Sci-Fi出品 第一季 與共有十集 確定有第二季 最近就要播了 最近是指 我現在錄音是2021年的10月多 應該快播第二季了 Alan Tudek Sarah Tomko Corey Reynolds 主演 故事在講日常生活 我們人類覺得很平常的事情 外星人非常頭痛 疫情期間 這套劇幫忙解悶 這輕鬆有趣的電視劇 電視劇資訊 Resident Alien 外星居民 就是指這套劇啦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階段 一如往常寫下一些隨筆 雨目觀後感 看這套劇讓我想哪些東西 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觸 一開始還是先來一下 小額打賞 小額大型 在文章裡有掃碼 街口支付的台北幼婦都可以 如果你覺得我做的東西還可以 歡迎搭賞鼓勵 謝謝你 好的 疫情期間聽到很多新的名詞 類似以前有以前的講法 現在習慣這樣講 其中一個詞是指引 這指引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覺得不太習慣 什麼指引 指引什麼 在台灣生活遇到這樣的情況 通常往英文方面想就會有答案 Guideline 這個年頭要講命令的話 恐怕沒有人會理 講建議的話好像力道又不太夠 指引聽起來會比較容易引起注意 大概也許可能應該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麼說到指引 為了一看就懂一目了然 突解是最直覺的 我要分享的就是這套劇的指引 這套劇有外星人在地球生存指引 在文章裡面有插圖 蠻有趣的 每一集的開場動畫都是一種圖解 類似那個我們搭飛機的時候看過的 拿起來又會塞回去的那一張 緊急情況指引 就說怎麼使用氧氣罩 怎麼緊急逃生就那張圖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這樣做那樣做 我在追這套劇的時候 特別期待每一集的開場動畫 甚至比正片更有趣 回想在疫情期間 當然現在還沒有完全脫離 能夠追一套劇輕鬆又有趣 陪伴 解悶 蠻不錯的 外星人 外星人在這裡代表一種生活觀察 我們自己很習慣的習慣 在別人眼裡 尤其是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那是有全新的 我們很習慣的東西對別人來說是全新的 哪些懂哪些不懂 怎麼看待怎樣畫重點 有沒有畫錯重點 我覺得這一切非常有意思 第一個感觸 為什麼人類吃披薩的時候要折起來吃 你知道的 這是劇裡面一個情節 不代表所有人類都這樣吃披薩 只是外星人很好奇他看到的 有些東西吃就對了 管他怎麼吃 明天還要上班 話說回來 花點時間觀察一下 細節裡有魔鬼也有天使 例如披薩折起來吃 番茄的旋律 起司三重奏 直接吃就怕熱線滑落 折起來比較穩 日常生活就很多東西就是這麼奇妙 貌似百味千層 其實原因都很直覺 同樣是吃披薩 我剛好就有一個親身經歷 跟你分享一下 那個時候我跟一位阿拉伯同學名叫莫函默德 我們一起吃披薩 是學生餐廳的那種披薩 八寸圓形 不會先切好的 那我們兩個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吃披薩 每次都是他已經吃完一大半 我才開始吃 那天他終於 莫函默德忍不住問我 為什麼你吃披薩的時候都要切扇形 他就這樣問我 的確喔 我吃披薩的時候會把扇形都切好 然後放下刀叉 一片一片用手拿起來吃 而我是這樣子的 莫函默德看 他看很多次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吃咧 就好像在同桌出現外星人一樣 都那樣看著我 同樣的 我也忍很久了 我就想問他 為什麼莫函默德你吃披薩的時候都要切小片 你為什麼都要這樣切小片 莫函默德他是這樣的 他習慣切一口吃一口 吃披薩類似吃牛排 手裡拿著刀叉 直到全部吃完才放下 他的回答很直白 他就吃多少切多少 吃東西不就這樣嗎 我聽他這樣說 確實有道理 吃多少切多少 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 有時候自己找就習慣的東西 突然被人家這樣一問 才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為什麼我吃披薩要切扇形 而且是通通切好再開始吃 反而吃牛排的時候 我不會通通都切好再開始吃 我就跟他一樣 吃牛排的時候 我是切一口吃一口 那麼你知道的 有的人吃牛排也是會通通切好再開始吃 那我吃牛排就會變成像莫函默德一樣 切一口再吃一口 講到這裡已經有點亂掉了 也就是說被他那樣一問 我開始認真思考 我為什麼會這樣吃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習慣 把披薩都切扇形呢 我就跟他說 可能是因為圓形的關係 你知道披薩有圓的有方的嗎 拿一個圓的披薩到我面前 那我要切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圓形呢 就應該要切成扇形 我就這樣回答他 在我的記憶裡啊 那是一個非常愉快的午餐 好的 休息一下 聽聽音樂 聽聽音樂 你一定要把他放進去 roulette 綁扇形狀 隨便 你就可以叫你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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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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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Resident Alien 2021年的电视剧 外星居民 现在讲第二个感触 回过头来看这套剧 刚才在讲自己吃披萨的习惯 外星人尽量融入地球人的日常 问候与聊天 他发现 人类会有一种特殊的哈哈 我应该再有精神一点 哈哈哈哈 是礼貌笑 也可以说是综艺笑 可是外星人就不熟练这种哈哈 类似第一次骑脚踏车 所以他和人类聊天的时候 判定现在这个情况 是该哈哈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突然 特别的大声 小镇上的朋友 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怪怪 对我来说 那是一种孤独的感觉 那种孤独感和我写其他心得是常常提到的孤独感不太一样 这里的孤独感是衍生来的 就是说想要融入 想找归属 可是还在摸索 衍生出来的孤独 有很强烈的那种连锁关系 不得其门而入 比方说来到新环境上班 或者说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关系 如果自己很想要投入 却不得其门而入 衍生而来的孤独感 很强烈的 开始做一些小笨小傻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那还蛮可爱的 反过来说 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投入 那就算是独来独往 也不会有那样的孤独感 反而还觉得自由自在 有疑虑吗 但新环境上班或新的感情关系 怎么可能不想投入呢 其实你很清楚了 并不是每个人 一开始就想一头栽进去 对吧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第三个感触 第三个感触还是有关这个外星人 天外来客 假扮人类医生 没想到那位医生有个前妻 而且从纽约跑到科罗拉多来找她 人类女性并不是吃素的 其实我一直很不习惯用这样的比喻 但是也想到更好的 因为其实坦白说 吃素的也是蛮厉害的 人类女性在这里立马发现问题 那个男人不太像自己认识的前夫 走路讲话呼吸都不像 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立刻发现不对劲 超立刻致远其说 贵人狗鬼狗怪 应该是正在办离婚 所以行为表现很尴尬 才会变得怪怪的 自己发现不对劲 立刻致远其说 那这个外星人假扮前夫 原本很可能露出马脚 因为人类会这样想事情 免费得到一把保护伞 他的谎言就没有被戳破 他的假扮就没有被试破 还有一点 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点 这个解扣 解开女人的内衣 演算法拜托拜托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不是黄标内容 真的不是 这道具是保护级的 虽然有一张图解指引 上面画女人的内衣如何解扣 但是在正片里面 完全没有出现漫格 没有灯光昏暗 内衣解扣那张图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样说 解开女人的内衣是复杂的力学吗 角度 作用有反作用 摩擦系数有弹性系数 心跳加速要微分吗 欲望大小要积分吗 还是说想太多 解扣只是单纯的缘分而已 你愿意 我愿意 只要时候到了 该解开的 自动就会解开 到底是哪一种 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不要说外星人觉得烧脑 地球人 我们也不一定知道 那么仔细观察生活 AKA又名认真活着 仔细观察生活 就是认真活着 你会发现 生活小细节 并没有单一答案 同时存在各种说法 天外来客搞不清楚为什么 他还能摸索 我也有过那样的感觉 不过慢慢的 非常慢慢的 会适应 那就是人类的日常 人类的日常生活 就是那样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Resident Alien 2021年的电视剧 外星居民 第一季 相当轻松愉快的一套剧 我能想到的心得 还有我硬掰瞎扯鬼扯的心得 都跟你分享了 是蛮蛮不错的 这套剧 无论是休闲的时间 拿来看这套剧 或者是这套剧拿来配饭 我觉得两相仪都OK的 与你分享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羽目观后感 羽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先到这里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